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刘是517小工队的护林员 也是资深的跑山人 赶上丰收年 他也希望自己的山货能卖个好价格 此时天色已晚 老刘吃了个闭门羹 因为赶上下雨 这批货必须要尽快出上 老刘拿 收磨磨吧 收 要啥磨磨 草磨 还行这个吗 还挺干的 多钱呢 这批货是150 这批货有点高啊 前大位收的 那行 你说的价格还多 这个磨磨磨也就只80吧 它已经火炸的 就是质量好像质量不好 这个价格还在那里收 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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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蘑菇干货最怕受潮 这是跑山人和山货商贩都懂得到 这是四斤医疗 248 平时能卖到100多元一斤的干蘑菇 只卖到80元 虽然没到预期 但也只能是无奈的默契 好了 大姐 谢谢了 下午有干磨 还不过你这送啊 你家再干去给我拿去 好了 你明天过来求火 我把这一会儿抓大人吧 好了 大山岭的森林坚韧不拔 被树林掩映的土地却柔情似水 茂密植被的呼吸吞吐 滋养出遍地奇珍 这是寒温带季风性真叶林气候带来的馈赠 各类蘑菇是跑山人最看重的山货 也是餐桌上的常客 一场秋雨落幕 日头再次升起 这是跑山季的最后一天 护林员老高准备做个大菜 饱餐一顿 神丸弃足 再去跑山 山中生活虽然枯燥 却也可以随性而为 想吃就吃 林中散养的土鸡虽然不肥 但盛在肉紧皮毯鲜味十足 不过在老高看来 它却是另一种 重点 属于 小火 属于 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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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看 感恩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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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到店里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十几年的老汤补料 不过这料着实有点好 猪肘 鸡架 鸭架 给老汤添加的并不是酸甜辣咸 而是香腻浓鲜 李燕明给自己这锅汤 起名三鲜汤 神仙的鲜 这鲜是我们鲜办事业全部留的 鲜是鲜是必须吃的 鲜在散发好了 就成了我们这最重要的招点 再好的滋味也需要再提 煮料只是平凡无奇的豆腐 但平凡之内却暗藏不凡 李燕明只选用当地的黑水泉豆腐 这种豆腐的个性之处在于 用姜水点卤的同时 必须用中火持续加热 豆浆温度维持在90摄氏度左右 黑水泉豆腐 孔隙密布 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焦糊 所以也被当地人称为 胡巴豆腐 这种豆腐质地硬 九炖入味才是它最好的归宿 各路英雄 狭路相逢 黑水泉豆腐 三鲜老汤 加上一勺霸气外露的油辣子 恰如巴仙过海 各显其能 咱们这个脱鞋脱钩呀 就是这个辣油呀 只为了保鞋很嫩 它又不干 当准备工作全部做好 东方已然破晓 经过两小时静置 这锅豆腐汤的味道 早已融会贯通 再次入锅 一把土豆粉条 丰富了口感与营养 豆腐筋道 粉条滑爽 吃上一口 提神醒脑 满口余香 粉汤开胃 但要吃饱 还需要搭配炸糕 粉汤与炸糕 是当地早餐的一对神组合 合称为汤糕 它原本出自乡村地区 婚丧嫁娶的食俗 是在重要宴席当天 早晨要吃的食物 脱馅炸糕取材黄米面 独特之处在于 咸口的馅料 砂软的土豆泥 调和韭菜和胡麻油 组合出丰富的味觉 如今的人们不再墨守成规 从席间食俗中脱颖而出的美食 早已成为想吃就吃的熟悉滋味 食材的碰撞 手艺的杂揉 英雄不问出处 但求风雨同路 食俗的交融互之 在内蒙古比比结识 对于老李一家来说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举家乔迁 生活辞旧迎新 邻里街坊都来帮忙 按照风俗 主人要准备佳肴 以表谢意 老李特意买了一大块山羊类牌 这是当地村宴上必须的食材 鸡鸣享三审 阿尔多斯市准个尔齐 地处山西 陕西与内蒙古的交汇处 是以前人们走西口的必经之地 三省交汇 让这里的食俗别具风口 这个红葱呀 它不刚别的葱就备药 别的葱呀可以少吃 这个葱呀你就吃不成 辣得不行 胃太多了 做这个强壮药肉就这种葱才行 红葱产自准个儿其当地 和其他的葱类相比 红葱含有浓度更高的 硫化合物挥发油 山羊肉的中链脂防酸含量较高 所以山味更重 红葱好似内藏鲜辣的缓式胶囊 一个小时的炖煮 让滋味的神韵慢慢释放 随着最后一车家具登堂入室 美食的出锅也进入倒计时 剔下精肉 切成肉条 填满大碗 圆汤一浇 和早已备好的各色菜肴 同蒸一锅 这种古老的烹饪形式 发源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 它有一个通俗易懂的名称 六大碗 不论在什么地方 数字加大碗的美食组合 总会随时代而变化 而在准格尔齐的六大碗中 清蒸羊肉却是亘古不变的 头盘主打 软软时光中 内蒙古人的吃羊风俗 早已和中原文化相伴相生 在中国的汉字当中 鲜是由鱼和羊组合而成的 在内蒙古 羊自然是餐桌上绕不开的话题 要吃鲜嫩 只需同锅炭火加清水一瓢 天然去雕饰 鲜美正当时 如今 内蒙古厨师还在绞尽脑汁 让鲜嫩升级 精选羊类嫩肉 切成一口一块的大小形状 先冰进 后炖煮 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 让瘦肉纤维 鲜紧厚松 带来更加软嫩的口感 有巧思 有颜值 令席间时刻耳目一新 内蒙古人不仅擅长烹羊 还将这种高品质食材 融入席间礼节 恰逢母亲瘦蛋 牧人夫妇要用一种草原宴席上 特有的饮食形式 为老人庆寿 羊的颜值要高 头上必须带脚 长了四颗大牙的两岁结羊 肉质肥鱼 山味较轻 是牧民公认的上等货 既然是寿宴所需 烹饪的形式 必然与平日不同 整羊要分成七大件 从腰窝慢慢往前摸 数到第四对肋骨时 切肉 断骨 这块带尾的脊背肉 是最重要的一件 也是整道美食的门面 这种宴席特有的礼制 被当地人称为羊被子 蒙古语称羊被子为乌茶宴 是当地蒙古族牧民的餐中至尊 也是喜庆宴席上毫无疑问的煮菜 羊被子要炖煮两个小时 才能有最好的口感 趁这个时间 妻子乌兰奇迹阁的家传手艺也要上演 当地人清理羊肠 有独门巧技 割一小块羊肺塞进羊肠 双手交替捏紧 让羊肺慢慢从羊肠内通过 如同一块软弹粗糙的海绵 连锡带瓜 把羊肠内部清理干净 这是在旧时缺乏淡水的 油牧生活中诞生的饮食智慧 羊油 羊血和羊汤的组合 出自地道的传统食俗 乔麦面调和的面糊 让血肠更加饱满 花椒粉和干姜粉并非出自当地 却让这种草原佳肴 有了更加均衡的味道 虽然是自己的寿宴 但老人却绝不会对厨房之事撒手不管 羊杂的料理费时费力 需要两代人齐心合力才能完成 夫妻俩对时间的把握可谓精妙 当羊杂出锅 牧人烹饪的羊被子火候正好 这个木头盘的尺寸 是按照羊被子的摆盘 量身定制 此时蒙古包内已经奏起欢乐的乐曲 一盘羊被子带着满满的祝福 粉末登场 敬天地神灵 礼座上贵宾 礼节与食俗 在这一刻定格为圆满和幸福 敬天地神灵 内蒙古很美 美得让人心动 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热土 讲述着历史的风骨 歌颂着勤劳的民族 抚慰着生活的忙碌